大家好 今天呢很荣幸的跟大家在一起来讨论一下 关于LPGA的数字系统设计相关的一些问题 首先呢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说 LPGA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构成 就是说我们用LPGA呢可以用在哪个方面 那么现在呢我想做一个简单对函 就是说在座的各位了解过LPGA或者做过LPGA的 能不能请举下手 好谢谢 看来在座的可能并不是特别多 那我今天也不用太紧张 那么我们实际上刚开始我们就讲一下 这个LPGA到底能做什么 我呢也结合自身的讲一个例子 就是讲我是如何认识这个LPGA的 那是应该是98年的时候吧 当时我还在大学里面 有一天我们老师就把我们叫到实验室 说我们现在有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要做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原来有一块比较大的一个板 当时呢是承控交换机 我不知道大家见没见过 机柜里的一块板 我们老师当时告诉我们 就说我们现在有项目要把它做的小一些 因为要做到随身携带的一个中端 当时呢就给我带到那个机柜旁边 然后他就指的那块板 当时在机柜里面放的看起来特别大 就是说如果我们精确一点讲呢 应该是50厘米乘60厘米左右了 大概这么大的一块板吧 然后我们老师说要把这个呢 做到放在衣服的口袋里能够装下 当时我们觉得就是很吃惊啊 因为当时根本就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当时我们板上主要是逻辑器件 不知道大家以前用没用过就是74系列的 比如00啊04啊还有160啊计输器 大大小小的应该有将近50颗芯片 而且都是直插的 大家可以想象出这个板有多大 但是呢现在我们的要求呢 要把它做在一个口袋里面 比如说呢就像大家用的书本 或者是日记本差不多 当时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应该不太可能啊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这么多的芯片 能够集成在这么小的一块板子里 当时我们给我们做技术支持的是 当时俊隆有一位工程师啊 他们来给我们做了一份报告 就是讲其他的方案呢是不可能的 但是呢用FPG是可以做到的 也就是说从那次开始呢 我开始了解到接触和FPG 后来呢大概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吧 我们把这套系统做了下来 当时呢回顾之后呢也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当时做的比想象的还要小 只有手掌差不多 那个时候呢我们 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呢 这个FPG在我们国家 开始走向了越来越多的一个应用 当时可能还叫 叫PLD 叫可编程的器件 当时的FPG 离现在的呢相差的比较远啊 当时的逻辑规模都很小 而且价格呢特别贵 然后我就要说的这个例子呢 实际上就跟刚才说 FPG一个包括目前最典型的应用呢 就是说它的集成度 可以把目前很多分立的芯片器件 集成到一颗很小的芯片里面 然后今天我们围绕的这个话题呢 主要讲一下如何来开发这个FPG的整个的流程 今天的内容呢 大概呢就是以上几点 一个刚开始我们先介绍一下 FPG的一个系统一个概况 其中呢特别强调了一个 这个FPG嵌入式系统 它的一些应用 接下来我们会以一个 完整的一个例子啊 来讲一下 这个一个FPG的处置系统 怎么样从它的需求的分析 到芯片的选情 到追踪的设计和调试 最后简单一下介绍我发行选件 关于FPG方面的推行课程和推行内容 刚才我也提到的 目前的FPG的厂商呢 比较多 但是最终就是规模做的很大呢 只有两家 一个是Ultra 一个是Fillings 这两个公司呢 实际上在美国同一多城市 它们的东西呢做的很相似 比如说大家可能以后接触到 你会发现 Ultra公司做的东西 类似的芯片 在Fillings可以找到对应的型号 但是呢 由于历史的原因吧 可能在各地应用的情况不太一样 在欧洲呢 Fillings做的比较多一些 可能在我们国家和日本 然后亚太 用Ultra公司的芯片更多一些 而它们呢都是在美国的公司 在美国呢 它们两者实际上是平分秋色的 它们两个有点类似于 体育用品中的奈克 巴迪达斯一样 斯林特斯呢 更像奈克一样 它是一个老牌的一个公司 它是首第一个发明FPGA的 Ultra呢 属于后来者 但是呢 它的一些创新的技术呢 使得它在这个市场呢 赢得了大家的一个认可 这幅图呢 上面呢 是两个公司的典型的器件 左边的这边呢 是Ultra的 右边呢 就是Virtask系列 是Fillings的 那么这两个公司呢 如果简单说 它们都有三类产品 一类呢 就是高端的FPGA 就是面向高端的应用 高速的DFP领域的一些应用 一个呢 是它的低成本的应用 还有一个呢 就是面 就是一个CPLG CPLG呢 大家可以理解是一个 简单的理解 可以是一个 非常小规模的FG 它的呢 逻辑规模比较小 用途呢 一般是在做 焦脱逻辑 简单的说呢 就是电频的转换 因为 一个复杂的数据系统中呢 它的电频可能有3.3V的 有1.5V的 1.8V的 可能有很多 但是不同的电频环境的信号呢 一般不能直接相连 传统呢 是用 比如说有些2.45啊 这些电压转换的 但是呢 总线呢 背宽呢 现在越来越宽 可能有16位的 32位的 如果要用一些 2.45啊 244的这些 电频转换的芯片呢 它会非常多 假设说 一般2.45的话 它一般是8位宽的 如果假设是64位总线呢 它至少有用8片 但是呢 如果用CPLG呢 可能一片呢 就可以 就可以 把所有的做在一起 然后 这个两个到 在后面的时候 我们会 关于芯片选情的时候 会详细介绍一下 它们 针对的特定那些应用的场合 再一个我们要讲一下 就是FPGA和IFIC的区别 所谓的呢 IFIC呢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平常中 建的最多的芯片 它呢 是为了买入特定应用 而做了一些 固定的 固定功能的一些逻辑 模块 它呢 和FPGA比较呢 目前我们经常 在媒体或者什么 来比较一下 就是说 FPGA和IFIC 它们各自的优势在哪里 这里呢 只列了简单的几个 比如说 FPGA呢 它适合于就是 你的产品啊 生产的数量比较小 比如说 几千片几万片 这要有个级别 而IFIC面向呢 就是 大批量了 上几十万片 几百万片 这样的芯片 这样的应用 一般会把它做成IFIC 但是呢 一旦做成IFIC的时候 它的逻辑的功能 也就固定了 就说今后 不能再升级 而FPGA呢 它跟刚才讲的 DFP有点类似 它呢 是可编程的 而且就是 可以通过升级 来修改它的功能 或者提高它的性能 然后呢 下面也讲了 就是它的 开发上的费用 FPGA呢 相应的费用比较低一些 因为只要买个芯片 然后我买到 开发的系统 就可以来做了 但是呢 就IFIC的流片成本 是非常大的 举一个简单例子的话 我们以前做过一颗简单的 数据电视用档的芯片 它呢 流片的一次成本呢 就是400万元人民币 而仅仅呢 是流片的成本 还不包括将来的封装和测试 比如说整个做下呢 做一颗芯片 规模比较大一点的芯片呢 至少要上千万 投入进去 而且周期很长 投片一般需要 比如说流片 从设计到流片回来 一般都需要半年左右 或者更长的时间 所以说 RFGA呢 就比较短 它很快你做完的设计呢 就可以把它做到产品中去 而不用等一个 这个漫长的这个 流片的周期 但RFGA呢 应用也有约束 就是说 目前呢 RFGA呢 主要还是应用来的 数字电路 模拟电路呢 在有些厂商呢 做过一些尝试 但是模拟的RFGA呢 只局限于 一些简单的运放 或者是其他一些 简单的运用 还没有真正成熟的 大规模的应用 所以说 它只限于数字电路 但是RFGA的芯片呢 它不仅数字电路啊 模拟电路啊 都可以做 再者呢 就是RFGA的功耗 相对RFGA来说呢 它的功耗会大一些 但是它跟DFGA比呢 它的功耗比DFGA还要小一些 就说 这是两个简单的一个对比 这个图片呢 实际上是一个统计的 最后对RFGA的应用啊 和市场做的一个 市场的一个分析吧 总之呢 根据这个曲线看到 就是RFGA的应用呢 实际 这些统计券的增长 就是说 人们它的 随着它的工艺的提高 RFGA的已经不再是像以前啊 高高在上了 因为在2000年之前 规模比较大的RFGA呢 一般的都要接近上万元 或者最便宜要上千元 但是呢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上百万门的RFGA呢 可能也就几百块钱 就是说不会超过1000元 这样的话呢 在一些高附加值的应用 比如说你的产品中 可以卖到2万元 3万元 那么你这里面用一片 一两千元的RFGA呢 也就不会觉得成本特别大 但是呢 它可以大大缩短你 开发的周期 那么RFGA的典型应用有哪些呢 我们简单的给它概括了三个方面 第一个典型应用呢 就是在接口逻辑的控制器方面 就是说大家发现 随着PC的发展啊 我们的接口也越来越多 从以前的Isa到以前的PCI的接口 包括更快的PCI的Epress 包括像PS2啊 这种老的接口 包括USB 应用这越来越广泛 但是如果做了一个数字系统的话 要想跟其他系统互联呢 它必须要做的接口尽量完善 但是呢 很少呢 有一颗芯片 能够把这样的接口 都做在里面 比如说你可以找到PCI的接口芯片 也可以找到呢 USB的接口芯片 但是呢 如果你这个系统中 既有PCI的接口 又有USB接口了吧 那么你呢 就不需要用两颗芯片来完成 但是呢 RPG可以做到一颗芯片 做到两个接口 这一个呢 就是说存储器 刚才老师也讲到了 就是说 如果用DFP来控制外设 Memory 各种FDRAM 各种存储器 会比较简单 你只要把它映射好的地址 你就可以对它进行读写 但是LPG呢 操作起来就很麻烦 这是以前 但是现在呢 有所改观 就是说各个公司也好 厂商也好 它把各种控制器 比如说最常见的FDRAM的 或者是DDR的 告诉各种Flash 它把这种接口呢 做成了一个IP核的形式 你呢 就直接调用就可以了 而不用呢 去从头到尾呢 去把它描述出来 比如说大大简化的设计者 还有一个接口设计点评 就刚才我说到的 就是一个电瓶转换的一个领域 就是说现在的数据系统中呢 电瓶会越来越复杂 就是说电源的设计呢 应该提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 而各种电瓶之间呢 相互转换呢 如果没有用LPG化 用传统的器件来设计的话 会是一个非常庞大 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过程 但是呢 用LPG这个过程就会很简单 你只要把所有的需要 控制的信号 接到LPG上去 然后在里面呢 就可以指定它的输出是多少电瓶 电压有1.8V 2.5V 这样呢 就非常的简单 而且非常灵活 LPG呢 第二个典型的应用领域呢 实际上就高速的 速质信号处理 也承接上一堂课 刚才老师已经讲过了 就是说 LPG的处理呢 BFP的处理能力呢 是很强 但是呢 在高端的一些应用啊 它的处理能力也要受限制 比如说 刚才讲到的TI101的版啊 它一般如果复杂的系统要4块 或者8块 更多的版来集点 之所以要集点 就说明 单块的处理能力呢 达不到视力的要求 而LPG呢 特别是高端的LPG呢 恰恰就是满足这个应用 比如说 它为什么处理能力强呢 就是一个简单的理解 就是说 它是可以运行的 比如说 它可以很多单元来同时处理一件事情 就像干伙人家 一个人的处理能力有钱 但是两个人 三个人 或者更多的人 来做一件事情 那么它的处理能力就是三倍的 在某些场合 特别是 在视频处理能力 比如说高清的处理电视方面 包括航空航天的一些图像啊 彩集和处理呢 它的处理力 处理的 能力的要求呢 是非常惊人的 如果用传统的器件 在传统这方面来说呢 就是说在FG没有之前呢 一般来说都是要用 刚才提到的 用这个IFIC 就是全定制的 比如说经过一个漫长的周期 比如说我这个系统 比如说军事系统很少 说有几万片 可能就是几套 十几套 但是呢 为了能满足这实际套的要求呢 可能我要经过漫长的流片周期 包括测试啊 就是IFIC 可能我刮了几百万上千万 但是 做菜呢 为主 只要做出两套 或者三套 来满足要求 这个呢 投入了成本 就是相当大的 但是呢 如果用FG 的话呢 我用高端的LT 可能用几片呢 就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 尽管高端的LT很贵 可能会有几万 或者几十万一片的都有 但是相对这个IFIC的流程啊 和周期啊 它实际上是大大缩短了 这个周期 那么就是说 在数字信号处理顶 还有一种应用呢 就是说它和DFP 或者ARM 这些处理器来配合 比如说 FG它是处理能力强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 上唐和老师也讲了 它的开发的难度 要比较大 相对于软件来说 同样的可能C语言的话 比如说我一段代码 给完成这个功能 但是如果我用FG 来实现呢 可能就需要 写很长的代码 包括测试啊 这就是说 它的性能高 但是处理起来 就是开发起来的难度也大 所以还有一些典型的应用 就把它 就作为写处理器 把它呢 跟DFP放在一起 有些复杂的算法呢 用DFP来实现 然后相对的 简单的 但是重复量非常大的呢 放在FG里面做 就这种系统呢 目前应用的也是很典型的 刚才说的那两个 就是它的一个最典型的应用 包括它在其他领域也有一些应用 下面已经列到了 包括汽车方面啊 测量测控啊 而且消费产品 现在应用的是特别多的 就是包括手持的设备 便携设备里面 可编程的器件 相当现在就非常多 比如说 从上面看到呢 基本上各个用到电子产品的领域呢 用FG都可以做 比如说看起来呢 它实际上相当是个万能的 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做 实际上呢 实际上它也是万能的 就是你 只要你想到的事情 它都可以来实现 它呢就更像一块白体一样 你只要有想法 你有创意 它都可以来实现 但是为什么有些时候 没有用到FP 而没用FG 用DFP也好 或者用ARM呢 那呢 就是说可能要根据你产品设计的 从开发的周期啊 难度啊 成本啊 整个来协同来考虑 有些场合呢 可能它就是最优的群 但是从理论上讲的 就说只要用DFP能做的 或者用ARM能做的 用FPG是都可以来完成的 下面要讲到的 就是说最近几年来 FPG一个新发展的 这个新的一个应用呢 就是在嵌入式方面 这个大家呢 可能在以后以前可能会 陆续的新闻啊 报约可能都看到过 基于FPG的嵌入式系统呢 实际上目前也 经历了起始阶段 和摸索前 现在已经开始走向了应用 那么可能大家就会问 我为了嵌入式的时候 为什么会用ARM 而用ARM呢 我呢 可以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 就说一个 数据采集的一个系统 比如说 我现在前面有十几个AB 比如说我要把这十几个AB 数据采集进来 然后呢通过网络把它传输出去 传给我们方案呢 可能会想要用单片机来做 但是呢 单片机的IO的接口实际上是有限的 比如说我接一路AD的话 我可能接到单片机就可以做了 但是我要接到十几路的AD呢 那一个单片机可能就满足不了 包括ARM也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它在处理网络方面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让它接十几路的AB型号 或者DA型号过来的话 它本身没有那么多的接口 这样的话一般的做法呢 就是说我可能会用一个 LVG把这些数据呢 比如说接十几个AB 采集进来 然后后面呢 接一个ARM也好 单片机也好 包括GIP都有可能 这样的话 用这两个芯片 一个来完成采集 一个来完成网络 可能因为传统以前 LVG呢 处理网络协议会非常复杂 所以呢 但是现在呢 有了嵌入式 有了LVG的嵌入式呢 就是说 简单的理解 就是说我把ARM也好 把单片机也好 我做到了LVG里面去 这样呢 我LVG一方面完成了数据的采集 一方面呢 我呢又完成了网络传输 原来用两颗芯片呢 我现在用一颗芯片 不仅在体积上也好 和成本啊 功耗啊 这方面都降了下来 比如说LVG的嵌入式呢 就是在这种需求的情况下 应运而生的 那么LVG嵌入式的方案呢 其上又有两个主流的方案 一个呢 就是软核 就说我CPU呢 不是硬件的CPU 而是用代码呢 有描述出来的 是一个软的一个CPU 它本身呢 可以通过软件来综合到你的芯片能去 而且这个软核的CPU呢 又是可以配置的 比如说我这个CPU有几个串口 有几个并口 包括有几个SDRAM啊 都是可以配置的 就是它的灵活性会非常强 但是呢缺点呢 就是说它因为是软件做的 它编译之后呢 它的性能啊 一般可能和硬件的相比 就会弱一些 比如说它一般只能跑到 50兆到100兆这个 这个级别 但是像如果做什么硬件 比如ARM呢 一般都能做到200兆以上 但是有些场合 可能不需要那么高的主频 我可能50兆就可以满足要求 这个时候呢 软核的CPU 它的优势呢 就体现了比较明显了 特别呢 是在一些非规则的场合 比如说我的系统 我刚才说了 我需要10个串口 那么这10个2 2x2的接口呢 一般的单评机也好 ARM也好 可以多一般的两个 三个的也很小减 如果你需要10个串口 那么我必须要3个4个 更多的星线在一起才能做 但是FP1呢 它这个软核呢 可以配置任意 理论上可以配置任意多个 比如说10个串口 20个串口 它都可以做 那么这个系统就是非常灵活的 我可以完全按照 项目也好 应用的需求 来设计这个系统 这是软核 另外一个基于FP1的 嵌入式的应用呢 就是硬核 硬核呢 就是相当于 我把ARM也好 把其他的CPU也好 我就固化点LPG 你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 普通的ARM 没什么区别 但另外呢 它外部呢 又有一些可编程的逻辑 那么典型应用 所以Auto公司呢 它的软核是Nios 为主 也就是说Nios 目前Auto推广的比较成功 包括它的开发环境 配套的软件 做得比较成功了 但是Auto的硬核呢 在ARM方面 做的就比较弱一些了 它的芯片也有 但是应用的很少 就是说开发的难度啊 特别是成本啊 非常高 而Cylinx的软核方面 要弱一些 但是Cylinx的硬核 做得非常成功 就是它用了 IBM的PowerPC的核 就它对应的 Wortex系列 就Wortex2 Wortex4系列 它对应的硬核 也非常成功了 比如说这两个公司呢 就是各有所长 跟Aktel呢 它是以前呢 没有做签子 它提出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说用ARM的 用ARM7做一个折中 把ARM7的成本 就比ARM9低一些 但是呢 它的灵活性呢 就是性能呢 就跟Neos也好 就差不多 它做出一个成本 性能的一个折中 就推一个ARM7的方式 而且它另外一个考虑呢 就是说 一般的软件开发人员 他熟悉的一个CPU的开发流程 他一般不愿意换另外 更换一个好多 包括开发环境也好 语言也好 都要换 所以呢 目前ARM的开发人员 是非常多的 比如说他们 Ectel公司的考虑 就是说 能在ARM的开发人员 可以直接过来 做ARM7的开发 这样呢 它有用学习新的环境 买新的语言 总之 嵌路士呢 它是一个趋势 也是目前正在发展的一个 一个阶段 很多人呢 就是 这也相当于一个主流吧 就是说 搞ARM7呢 更多的想把嵌路士的 集成在ARM7里面 而相反呢 比如说做ARM7呢 它更多的想把FPJ的计算能力 集成在ARM里面 这两个趋势 将来有很多人预测 是将来是没有了ARM 只有FPJ呢 还是没有了FPJ 只有ARM 就是说很多种声音吧 但这个具体的应用呢 还是看真正产品啊 项目的实际的需求 就是说不一定说哪种方案好 哪种方案不好 它们之间都是相处相处 就是各有优缺点吧 因为经常有人来问到我说 选AUKER的芯片好 还是CELINK的芯片好 因为这两个公司 他们势均力比 都有对应型号的芯片 所以很多人呢 在第一次做FPJ的时候呢 他都有一个困惑 就是我到底用哪家的产品 因为两家不同的产品呢 它对我们的开发环境 和使用的工具啊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时候呢 我一般给他们 只有三条的应用 第一条呢 比较简单 就是说听你们老板吧 这个比较简单 为什么呢 就是说很多公司 他做FPJ有一个传统 比如说我特别是大的公司 像华为也好其他的 他做FPJ他有个传统 比如说我们历史上 一般都有CELINK的产品 那么我从低端到高端 都用CELINK的线 那么这时候呢 一般就没有什么选择 你做的就是一个产品 和公司整体的产品线 相配合 还有一种第二种情况呢 就是说有公司 新兴的或者初创的公司 他做FPJ 但是呢 他以前没有做过 对他来说 选择什么样的 都是无所谓的 对选择Ultra 选择SIM 这时候我们的意见是呢 就是要看周围的 同事啊 同学啊 或者朋友啊 做相关的型号 相关设计的 这样呢 你可以省略掉一些 学习软件的时间啊 包括遇到的问题啊 因为开发过程中 可能会遇到各种这样的问题 如果没有一个人来指导你的话 比如说跟你用的不一样型件 他可能没法知道 也不会遇到问题 也没法给你提供的方法 如果两种方案都不是呢 这个两种情况都不可能 还是还在犹豫呢 那么呢 我建议你们到我们的华星远街 来参加一次试试 好了 开玩笑 然后 这样跟我们讲 就是News它具体的方案 它实际上呢 就是说在 LTJ的内部呢 拿出一部分逻辑来 来实现这个CPU 那这个CPU呢 实现小 就说麻雀虽小了 但是它有武藏具体 从内部的Catch也好 包括片上的RAM也好 和总线结构啊 它都很全面 而且它总线上 包括窜口的GPIO 定时器啊 SPI接口 包括SR控器啊 它可能这些东西 跟大的CPU 没什么区别 比如说跟ARM相比 ARM有的它本身也都有 唯独不同的呢 就是说 从规模上和性能上 可能会有些差别 这个呢 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呢 在一些稍微复杂的应用呢 会经常看到 就说刚才我也提到 就说 它的系统呢 Io可能会特别多 可能需要不同的Io 然后呢 它里头呢 要处理网络 处理界面啊 它可能要有个CPU来控制 但是有些计算能力要求的比较强啊 它CPU 通用的CPU呢 又处理不来 它又要用专用的DFP 比如说TI的 我们6000啊 5000 它用个DFP来做一些算法 比如音频啊 视频 这样呢 这个系统呢 Io呢 它用IoPG来做 这样呢 它系统呢 就基本上典型的 比如CPU啊 FG DFP它都用到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系统呢 不论是设计 调试 包括成本 在考虑它的提提 功耗 都不是一个最佳的一个方案 那么呢 就说可能有人考虑 就是说 能不能把这个CPU啊 做到这个IoPG里面去 这样呢 我的集成度高一些 提提的消息 那么CPU能做到里面去呢 那我这些Io接口 肯定也可以做到里面去 另外FG擅长 这管脚特别多 现在最多的管脚呢 有1700多个管脚的东西 就是人家1700个管脚 它能连多少来我 那这时候人就考虑了 如果这两个都放进去了 那我DFP能不能也放进去 而DFP不非就是重复性计算嘛 尽管呢 它实现 就是说它实现这个算法 用硬件实现 DFP可能用非语言就做了 我如果DFP呢 可能还要用 WorldRaw也好 维持100R 来实现比较难 但是呢 如果有成本的压力 如果这个DFP要100元 我这个东西只能卖到200元的话 那我把它做 也能省到100元 即使很累 把它做下去也是直的 但这种情况呢 就说这个DFP也可以做到里面去 那我这系统现在就小了起来 我只要 Flash 但是小不了 这种大规模的东西的话 基本上很难做到片上 那么我这系统至少已经做到最小了 已经不能再小了 就是说这种应用呢 是比较理想的方案 也就是说呢 这个DFP切符是它的体现呢 也就体现在这个方面 这就达到这种理想的效果 刚才讲到呢 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这个LPC 它能用在哪个方面 它的一个基本的概况 那么下面我就要讲一下 就是说我们如何开发这样的一个系统 从头来开发这样的一个系统 下面呢 这个流程呢 实际上是比较经典的流程 就是说可能在各个教科书上都可以找到这种流程 就说简单说第一步呢 就是说要明确设计规范 你的产品定义出来了 比如说我要做什么绝望的接口啊 完成哪个功能啊 我这些接口规定呢 所谓的这些接口定义呢 实际上就是设计规范 那么我规范确定下面呢 就可以开始我的设计了 比如说从 我开始的原理图设计啊 包括行李 但这个时候呢 可能不是最终的设计 可能是一些绑针 比如说高层次 比如说用NetLab 或者用Cadence的一些 HW啊 或者什么 种这些系统级的工具 来做这个系统做一个验证 那我系统级验证 接下来呢 可能就会转到硬件的描述语言 这系统级一般是用C语言可能做的多一些 就是我用C语言呢 把整个系统描述下来 下一步呢 就是说我要转到硬件的 描述语言 硬件毛描述语言呢 用的比较多 可能是HBL 和WR2 两种 那么这两种呢 实际上是描述出 LPGA编译软件 它能认识别的语言 也就是说前面提到的功能仿真 功能仿真 来验证你的逻辑是否正确 和你的数据流啊 是否符合要求 把第一步 这就是第一步工作做完了呢 就证明你已经把整个系统描述出来了 下一步呢 你就交配综合 下一步综合的工具 综合这个过程呢 它的简单的理解呢 就是说把你描述的 用语言描述出来的 把它映射到一个个语飞门 除了语飞门 这是所谓对应的 叫LE 在奥克斯的LPG里面 它把逻辑单元呢 叫做LE 除了逻辑单元呢 可能你还用到存储器 那么这个存储器呢 可能不是像SDgram 那种大规模的存储器 只是一些计存器 小的计存器 比如说大的小的数组啊 长量的表啊 这时候它有叫M4K或者M512的 这种的是它线上的存储器 这种存储器呢 速度呢 会特别快 可能一般能到三到五百兆以上 但是呢 它容量比较小 就是说不能做的太大 还有一些IOR 比如说你用到LVDS的接口啊 或者其他的接口啊 总之呢 就是说它这个综合过程 就把你这些语言描述的东西 全都映射到这个 一个个小的基本单元上 同时呢 你可能要满足一个面积的 性能的约束 面积约束呢 简单理解就是说多少万能 因为传统的LVDS呢 一般用门数来逻辑 你来描述它的逻辑规模 比如常见的一万门啊五万门 这种季节 所谓的面积呢 实际上就是它的能占了多少万门 令它来描述它的规模 性能呢 一般就是描述你能工作到多少频率 比如说你的影片可以工作到50兆 那么它的性能是得到一个处理的 那么你工作到100兆处理性能就翻倍 所以对性能一般也有一些要求 它有一些比如说用Simplify 它有一些专用的工具呢 是完成这个功能的 然后这部分做完呢 下面就是说布局布线 它这个布局布线呢 实际上呢就是要把刚才生成这个网表呢 去映射到真正的器件中 比如说你要用Auto 我们拿了型号的一个器件 要把它呢 去映射到真正的芯片里面去 实际上这三步完成呢 就说明你这个设计呢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就是说你把这个设计完成了 下一步呢就是说来验证一下 你做了设计 达没达到要求 达没达到设计要求呢 实际上要通过仿真来完成 仿真呢一般有两种 一种呢就是说实际实际上的仿真 就是说你给的输入 然后看的输出 是不是满足你的要求 这样的话呢 来验证它的功能是否正确 这个过程呢 仿真起来是特别慢 就是说如果你的规模很大 如果上百万本的设计的话 那么你用目前这块的工作站 你要跑完一个实际的仿真呢 一般你也得十几到二千 如果你要做更复杂的设计 有时候仿真可能要仿几天才能看到结果 那就说 那么对大规模的设计怎么来做呢 就是说我不能 我修改一个结果 我编译仿真一次 就需要几天才能看到结果 那么这周期太慢了 后来呢就出现一种叫做静态的实际仿真 刚才讲的可以理解成动态的 它静态呢实际上呢就是不看你的功能 而是看你的建立时间和保值时间 关于建立时间保值时间 这个是数字电路中可能一个比较基本的概念 这个时间有限我没法来详细的说 可能照我们的培训班的详细的说 这里呢我只是提一下 它的建立时间和保值时间 只有满足一定的要求 那么你这个系统能才能稳定的工作 我说是稳定的工作 就说你不买的要求 它可能也能工作 但是呢它可能说 我运行几个小时出故障 或者是十几个小时出故障 就是说它是不稳定的一个系统 要做到稳定的系统呢 就必须要买一些时序要求 那么这些分析都完成了之后呢 实际上就是要下载到新片上 来看看它功能是否正确 比如说我把这LPA 要做一个相应的电路板 把这个LPA呢装到板上 同时呢 把你刚才所做的这些东西呢 这些芯片 这些逻辑功能 把它下载到这个板上 让它真正的跑起来 这样呢你就能看到 是否满足要求的 如果能够满足要求的话 那么你就是整个设计功能就完成了 如果下载到板上 发现这个功能不正确 和预想的呢不一样 那么呢你就往回 叫网工 比如说载到上一集 看看实际仿登对不对 如果不对呢 然后得回到上面去修改 然后再反复 就是后面几个步骤的一个反复 当然呢到板上呢 还涉及到一个调试 我怎么知道它正确 还是不正确 如果功能正确呢 就说不做任何修改 或者说不做任何调试 你直接编译进去 下载一次成功的概率呢 实际上是非常小的 这种情况呢 除非两种情况 一种呢就是特别留 它基本上可以不用仿认 它在它的逻辑 思维里就可以完成这个 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设计特别简单的 根本不用仿认 那么除了这两种情况呢 这个板上的测试呢 是必须的 那么就涉及到 我如何添加测试点 和有什么工具呢 来辅助我完成这个测试 和验证的工作 这个呢 一般的公司它会提供的 逻辑分析仪 这个到时候 在我后面的时候呢 会详细讲的 就是说这个逻辑分析仪 它怎么用 要用什么好处 下面呢就是讲完流程呢 我们就以一个实例来 从头来体验再讲一下 我对应的流程中 每一部分来如何实现的 这个实例呢 就是要做一个 就是说 基于PCI接口的图像采集卡 PCI接口大家都知道 我插在计算机里面 图像采集呢 就是说它有接口 我们把图像采集进来 同时呢 存到硬盘上 我这里呢 就是再入了几条 就是说 简单的就是 其中的一部分设计要求 和设计需求 然后呢 我们就结合这个需求呢 来讲一下 我们这个器缝呢 是如何设计的 我呢 就是先去把这个列子 大家可以看一眼 如果要 各位去设计一样 这个器缝啊 你们会怎么考虑 会整个选择一个什么样的方案 大家一分钟考一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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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变成数字的这样一个部件 那么常用呢 实际上就是那个 AD和DA 那么就是说 这个系统中 我们肯定有一个 能把模拟电视的ADDA 是少不了的 那么既然是PCI接口呢 我要跟PCI能够接 那么呢 我可能要一个PCI的接口芯片 或者呢 就是我能把PCI做到LPG里面 就是两种选择 一种是你在LPG里面来完成这个PCI 一种呢 就是说你用一个专门的芯片来做 这样LPG呢 你就可以 节省了一些资源 另外呢 就是这种稳定性 因为PCI这种 非常成熟的规范呢 就是说如果你的系统做的 不符合规范 它的兼容性和稳定性都会有问题 比如说 你自己设计的一片 如果没有经过验证的话 一定不如市场的买的 专用的PCI芯片 它的兼容性和可靠性做得好 就是说 并不是说你做的板 在你的机器上能工作 就说明它可以的 必须呢 就是在所有的不同品牌的主板 让机器上插上去之后 它都可以正常工作 才能证明 你呢 可以作为一个产品去卖 如果只在你一台机器 在其他机器不能用呢 只能说是一个实验室的产品 那产品呢 还要有过 那么就 刚才说到这个系统中呢 要把图像采集进来 要送到PCI接口 那么我必须得有一个 这样的一个 固件 或者说FCI 能完成这个功能 这样简单看 实际上就是 有一个ADDA的 有个PCI接口芯片 还要有一片FCI就能解决了 那么 大概的一个系统呢 实际上呢 实际上呢 简单的说 简单的概括呢 就是 有这么几个固件 这个系统呢 在数据采集方面 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系统 比如说它那个下面 那个SAA7114啊 这里头实际上就是这个 把模拟的图像 变成数字图像的一个芯片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 就是说它是一个AD的功能 然后前面那个GD25呢 实际上是采集其他的数据 比如说你有一些其他的数据 声音啊 或者是一些模拟量啊 需要采集一般用一个接口 那么 这一般的典型的系统 都可以这么做 下面这个9054呢 这块实际上是你的PCI 最常用的一个接口芯片 如果你是USB接口呢 可能就是一个USB的接口芯片 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不同的接口芯片 就是用对应一个 不同的接口 对应不同的芯片 按理说呢 实际上我可能 左边这部分呢 就可以满足要求了 但是我为什么 右边又多出两片这个SRAM 这个简单说 就是说 数字系统呢 要讲究一个数率的匹配 比如说 我近的数率 要跟初的相匹配 那么我就得考虑到 我图像过来有多少数据 前面这个 实际上是图像的一个指标 这个720啊 乘以576啊 这个图像的一个 一个中辨率标准的 就是标签的数字辨识 都是这个格式 它是25帧 那么跟它呢 实际上算出来 它应该是20兆字节左右 每秒 那么我就考虑我这20兆字节每秒的数据量 能不能通过PCI的传输 能不能通过PCI传输主机 那么我们可以考虑这个PCI 它的传输能力有多大 大家都知道我们普通计算机上的PCI呢 是33兆 就是说它的工作频率呢 是33兆赫兹 那么它的数据倍宽呢 是32倍的 那么理想情况下呢 它应该就是32兆乘以32倍宽 但是呢 这是它的峰值通信率 实际上呢 我们做不到这么高 按内容算应该是32兆字节每秒 但实际上我们 那是理想情况 真正的PCI的通信速率呢 应该在50兆到60兆字节 那么50兆到60兆字节 可以满足我的20兆字节的要求了 那么我完全可以通过PCI来传 还有一个我为什么加SRAM呢 就考虑到它的视频主项啊 包括一些ADDA都有这个特性 就说它的数据流呢 是连续不断的 你不能打断它的数据流 而它的数据格式呢 和数据流呢 比如说它数据流一般是8位宽啊 或者27兆赫兹 它过来之后呢 跟你PCI的数据是不匹配的 你PCI呢 你是32位宽 33兆赫兹 那么我如何让这两个数据能够匹配起来 让它俩能够流畅的工作呢 一般我就加一点存储器来做缓冲 这个在PCI上做编程呢 也经常会用buffer或者这种缓冲区啊 来处理这些处理不匹配的情况 那么我这个按照这个思路呢 就是我们整个系统设计出来了 其他的芯片型号呢 都是相应固定的 这些我们不用选 那就是说 涉及到我的LPG 有这么多厂家 这么多型号的LPG 我怎么选择一个 适合我系统的LPG呢 那么我们建议的几个思路呢 就是说 首先你要选 CPLV和LPG 它两个区别呢 刚才我说了 就是说CPLV呢 和LPG 它的区别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规模 CPLV规模要小一些 成本要低一些 LPG呢 就是规模要大一些 但是呢 它价格要贵一些 而且LP呢 目前的一般的LP呢 都说它是掉电医师的 就说我这个产品设计出来 一掉电呢 整个系统都空了 都变成什么都没有了 那这个呢 一般都 我满日实际中 应用中很难说 我东西一掉电就没了 那么 必须得加一个配置的芯片 来保存这些配置 那么就是 这又是一个额外的成本 就是我 要么是用CPU来配置它 要么呢 我专门有一个配置芯片 和FCA一起协调的工作 那么就是如果要用FCA呢 就是你至少用两颗芯片 用CPLV呢 就不用这个配置芯片了 它掉电之后呢 还会保存一个来的配置 就是说依据这两个条件呢 来选 那么我们刚才这系统中 可以发现呢 就是说我需要处理的数据量呢 比较大 而且最关键呢 我中间呢 要做数据的缓存 还有一个CPLD呢 和LP的差别呢 就是说 LP呢它是片上有存储器 就是说我可以用它片上的存储器 来混入数据 但是呢 CPLD它本身没有这个功能 所以根据行了 我们选择LPG 就是说大家在以后的设计过程中呢 到底是选CPLD还是LP呢 可能要根据实际中的 项目中的要求 来具体的选择 就是说 并不是说 LPG它所有的场合都适合 或者CPLD所有的场合都适合 它们能够有各自特定的一些应用 而根据实际情况来选 如果你选择LPG了 那么呢 你还涉及到 就是说 我不从厂家怎么选 我们推荐的呢 就是从 奥特尔和自立的 两家公司来选 他们俩的 市场份额呢 就是说 占到LPG整个市场的90%以上 就是说 他们的芯片应该都是主流的芯片 不管从你的 功过情况 包括它的稳定情况 和成本 一般来说 这两个芯片 两个厂家的芯片 应该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至于具体这两个性能呢 应该说差不多 就是说 你不管用哪家型号的芯片 性能呢 同样的价格 能买到的芯片 性能都是相近的 至于怎么选 我刚才说的 可能根据应用来选 那么 选芯片的原则呢 就是说 要选主流的芯片 所谓主流呢 就是说 厂家在主推的 比如说奥特尔 它现在 它低成本的这个系列呢 就是说 它的 Cyclone系列是它主推的 同样 上面的 10K系列也好 1K系列也好 它虽然是奥特尔厂商的产品 但是呢 就是说比较老的型号 它的价格呢 也会很贵 就是说 从芯片采购的一个 原则上讲的 一般选最新的工艺 最新的型号 这样呢 对于厂家来说 它一般会把新推出的芯片价格 会压的特别低 这样呢 会吸引你来选择它的芯片 而老型号的芯片呢 它的价格一般会比较贵一些 为什么会贵呢 就是说它因为它认为 你的产品中 已经采用了它的芯片 比如说你用了它的 10K系列的芯片 那么呢 一般的 作为一般的公司来说 它考虑的话 不会轻易去改 为什么呢 就是说你更换一个芯片 涉及到你要重新做版 它的稳定性 可靠性 你都要重新测试一点 这样的话 所以说一般的公司 它不会去改 比如说我用了10K系列芯片 我可能会一直用 尽管它的价格 会很贵了 但是呢 如果我更换芯片 可能我付出的代价 可能更要大 那么我会一直 延续用这个型号 尽管这个型号 它已经老了 或者性能各方面 都不是最好的 但是呢 我还会一直用 那就说 像这种LPG的生产厂 它也了解 这种公司的这种心理 所以它一般 会把老型号的芯片 价格都会卖得很贵 因为它知道 你肯定会用 所以不管是多少钱 你都会买它 它应该会把这个价格做得很高 但是新型号 它一般都会很低的 因为它会促使大家来选 就说这个呢 可能大家选择芯片的时候呢 要 可以考虑的一点 那么Fillings呢 它们低端的产品 就是大规模应用的 是它的8层3系列的 可能高端呢 就对应Vortex 这个呢 就是说芯片选行 可能不同的阶段 和不同的应用啊 都不一样 这个就是要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了 就说刚才讲完这些呢 实际上就是 我的型号已经选择好了 我的系统也设计好了 实际上下一步呢 就说我实施 我的设计的这个过程 那么也涉及到 所谓的并行性 刚才的课程中已经讲到了 就是软硬件设计的并行性 这个问题 之所以要并行 无非的就是说要 加快我的进度 我软件的硬件同时来进行 这样我可以把周期呢 缩短一倍 那就并行的前提呢 就是说要考一到 你目前的平台 刚才讲的DXD平台 我可以再跟它类似的系统 比如说它这个664的系统 我可以在另外一个64的系统上 把我的软件部分 先做完 包括刨起来 在硬件上刨起来 那么 我新的版做好之后呢 我直接移植过来 不需要多大的修改 可能改参数 改参数 很快这个系统就跑起来了 但是呢 LPGA呢 没有这么简单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它和底层 联系统上 联系的更简单 联系的更简单 它的存储器 比如说是SRAM 那么它要转到SRAM的系统呢 它只要配置几个参数 映射一个不同的空间 那么这程序马上也可以跑起来 但是FGA的系统就这样 这时候呢 就是说 你要做定性性设计前提的 要考虑到 就是说 你目前的系统 就是说目前的硬件平台 在目前的硬件平台 来验证你的功能的时候呢 必须要和你将来要做的 硬件平台呢 要保证基本的一样 所以基本一样呢 就是说 型号 类型要用 比如说你存储器 你用SRAM 那么你那个系统 也要用SRAM 就是说 您可以说容量 我现在用了1兆 我将来用的是500k 这个差别也没有关系 但是不能说 你这个SRAM 最近还算SRAM 这个差别都比较大 所以说呢 定性性呢 有一个前提就是考虑到 跟将来的应用 比较一致 原理图的设计呢 实际上 就是说所谓的并行呢 就是考虑到 你将来用的IO呢 要跟你现在仿生的情况 要一样 就说LPA刚才讲的 DFP的管角呢 是专用的 比如说你的EMIF 它的总线就是接到SRAM 接到Flash 那么它每根信号 它都定义好了 比如说EA0 EA1 但是LPA也不一样 LPA的原理图 比如你会发现 它除了电源管角 和专用L管角 其他的呢 都叫IO 就说它可能500个角 或者600个角 它除了专用管角之外 剩下的管角 每一个功能都是一样的 你可以呢 任意地指定它的功能 你可以把它接到S 你可以把它接到 创口 或者接到哪 都可以 这样呢 原理图设计呢 就比较灵活 包括你的PCB的走线啊 都可以的 比如说我的创口 在芯片的左边 那么呢 我就可以把左边的管角 分别给创口 我的创口在右边呢 你可以看 芯片的管角呢 分别到右边 就是它跟专用芯片 其他所有的专用芯片 在原理图设计上呢 最大的差别 就是说你可以 自己定义它的管角的功能 刚才说了 它所谓的我要设计好这个系统呢 实际上分成两个大块 一个呢 是我硬件电路板设计 一个呢 是我里面的代码的设计 这两部分呢 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独立的 就是说不同的人来做 那么有些情况呢 可能你的公司就一个人来做 那么就说 可能你要把这两部分都要完成 那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 就是说这两个过程中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刚才也提到了 就是说LTGA设计呢 它讲究管角 普通IO呢 任何处理都可以 但是它有一些专用的IO 你必须按它的要求去设计 而这些专用IO最突出的呢 就是电源的管角 它的电源呢 不管你设计不同厂家 不同型号的 它实际上电源都分成三类 可能或者两类 一个呢 它叫VCG的IMT 就是它的内核 内核的电源 内核的电源呢 实际上是给LTGA最核心的部分 来供电的 这部分呢 就是说要处理好 一般来说呢 如果是你规模比较大 一般用专用的电源平面 即使你没有电源平面来完成呢 也要把它电源单独的分区 作为一小块 这样的话呢 来满足它的电源的一个要求 不要让它不同的管角 电源差别太大 还有呢 就是说电流有力量 刚才说了就是说 LTGA的电源功耗呢 实际上是比较低的 但是呢 它电流一般 可能有几百毫安 或者大一点的有1安 但是电流大的 电流虽然是1安 但是你设计电源的时候呢 一定要有一定的预量 就是说 它工作的电流最大可能是1安 但是你上电的瞬间呢 它的启动电流 一般是它的两倍左右 就是说你要选择电源芯片的时候呢 你要考虑你的正常运动的最大电流 再乘以2 就是这样 需要一个考虑 等VCCIO呢 是它的IO标准 就是说 刚才也说了 这LTGA它的IO可以定义很多 你可以让它在2.5V的电源环境 电平环境 也可以呢 在5V的电源环境 那不同的电源环境呢 实际上呢 是通过指定它的VCCIO来定义的 不同的电源标准呢 这个IO电压接的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 目前应用比较多的LVDS了 那么你要想让那管脚工具 在LVDS的电情标准下 你这个VCCIO可能必须就给它2.5V了 如果正常用用呢 比如说你接3.3V的环境呢 那你可能要接3.3V了 这个呢 需要单独的去设计 还有一个呢 就是锁降环 锁降环呢 就是在不同的芯片上可能有差别 有的芯片没有锁降环 但是在Ultra这个Syclone系列里面 它用比较多的 就是有一个锁降环 它的功能呢 就是说可以配屏和分屏 比如说你输入1兆的频率 但是你在芯片中呢 需要是5兆的 我可能或者是2.5兆 或者3.3兆的 比较特殊的呢 它都买不到 市场上一个是可能 又买不到这种精震 一种呢 可能它是可变的 比如说我这系统 现在工作在10兆 但我将来可能会工作在20兆 或者是13兆 这种比较特殊的点 那么怎么做呢 它实际上用到它片上呢 有一个这种锁降环 就可以分屏 就是说把我输入的频率呢 乘以5啊 或者乘以3啊 可以经过一些处理 才达到我的要求 但这个可能 不同的芯片 它有要求 比如说我输入最少的多少 我分屏比例最大多大 它可能有一定的要求 但是呢 它都有这个功能 那么这个模拟 这样 offer芯片 就是模拟的生活 模拟这个东西 就是说它非常容易受干扰 它呢 也容易干扰数字变路 这样呢 就是说有需要特殊的处理 下面这个图呢 实际上是 就是offer本身推荐的一个链接 三光芯片是用的1.5V的电源 所以呢 它这个1.5V 要经过 实际上大家看 这个有电容啊 电感啊 它是个滤波器 那么这个滤波器呢 实际上就要滤出一些干扰 避免呢 数字电路 影响到模拟的自然环 这个图呢 就是说是一个典型的 就是大家在设计中 可以 就是说可以借鉴的 但呢 不是说是唯一的一个 就是说可以做的 还有硬件电路一个原则 最大的就是说是一个 典型 因为将来设计到 其实大家可能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买多大规模的 比如说我这设计还没有做出来 我不知道我用多大规模的信件 我将来可能是1万门 但我也可能做到10万门 但是我电路板必须要设出去 我不能说把所有的设计完 再去设计这个电路板 那时间就耽误了 比如说在做设计之前呢 要对自己的设计一个估算 所谓的估算呢 这个就是硬件而已 有人可能估的很准 有人可能估的不是很准 差的很大 那这种情况怎么解决呢 就是要保证我这个电路板 送出去做了之后 做回来之后呢 它可以 焊上1万门的LG 也可以焊上10万门的LG 如果制作的太大 也可以做到100万 这就是设计的一个兼容性 这次我一次设计 不同的芯片都可以做 这个兼容性设计呢 它考虑的可能要多一些 比如说它呢 我专用IO怎么控制 不同的芯片呢 实际上它可用的IO 可能数目不一样 这样呢 就是在电路中呢 要记得去把它设计周全 今天呢 时间有限 我会把另一面 这两个点型的问题 大概再说一下 如果硬件电路板做 做好了之后呢 那么就下一步呢 涉及到软件的设计 所谓的软件呢 只是相对软于一些 就是可能和C一样不太一样 它也是用硬件描述一点 来描述硬件 但是它的 开发的流程啊 开发的环境啊 可能跟C一样或者VC 差不多 也是用软件编辑程序 然后仿真 然后看结果 但是呢 有一点呢 它就是 它要用你 语言来描述一个硬件 就是说你的 头脑里 必须要非常清楚 这个硬件结构 是什么样子的 这样呢 你用语言描述出来 才能跟实际相接近 否则的话呢 你描述出来的 可能相差 就是同样的功能 不同人写的代码 用相同的工具呢 去编译 结果呢 可能相差很大 如果有经验的 实践 比如说一些计时器和乘法器 有经验的人 有经验的人呢 他可能做完 只有几百个门 几千个门 但是你没有经验呢 直接写它 比如说简单的乘法 如果你 简单可以就一个语句嘛 就是A乘以B就可以了 但是你这么做出来 可能要几万门 上十万门都有可能 但是呢 虽然这个A乘以B这么简单 但是如果要写好了 你可以办法 它可以写到几篇的代码 最后来实现A乘以B 虽然代码呢 会特别长 但是它实现出来 可能有几百个门 这些呢 实际上 它几百个门 规模的差别 就代表了将来的成本的差别 比如说它有几百个门实现 它可能成本就十块钱 但是你如果你几万个门实现 你可能就要上百块钱 这个就是说 对于将来的一个产品的成本 所以说语言的设计呢 对将来的性能影响会相大 那么这个语言呢 实际上有很多指导的原则 以上列出来呢 是一些基本的 也就是说 可能会经常用到的原则 这有那么多原则呢 我们今天时间也建议 不能一讲 我们拿出一个 最典型的一个 一个呢 就是说面积和速度 刚才也说了 就是说面积 实际上对应的就是资源啊 我用的面积越小 我将来做出来的成本 越低 但是呢 还有另外一方面 我的速度也有影响 比如说在CDM2000里头 有个经常有个做速率处理 它过来的速率呢 就是450兆 那么450兆 bps呢 比较高的 如果呢 我用一个单元来做 那么我处理能力 比如说我现在在 这个规模只能处理到150兆 那么 如果面积小的话 我可能就达不到这个要求了 但是呢 我目前 要实现这个要求 我只能 用面积来换这个速度 怎么换呢 就是说我 多用几个模块 比如说一个模块能处理150兆 那么 我同时呢 用三个 三个模块呢 放在一起 比如说它进来的数据 我首先串并转换 过来的是一个比特 一个比特 我首先把它变成三位宽的 就是三个比特 然后每个比特呢 送到不同的处理器去处理 结果呢 再经过一个并串转换 把它一个合并 汇走 出去等还是450兆 但我这几年呢 实际上用三个模块来处理 这样的话呢 我的面积呢 是原来150兆的三倍 但是呢 我的性能呢 也是原来的三倍 这就是一个折衷 就是说大家在以后的 LPD设计 会发现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原则 就是折衷的原则 就是我整个在我的性能和我的面积 就是我的成本之间做一个折衷 我要取得速度 我可能就投入更大的成本 这个呢 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原则 还有一个呢 就是说LP里面一个典型的操作 就是乒乓 乒乓的操作 它的原理实际上就是乒乓球 大家怎么都打 就是说它这个球啊 同时呢 只能在一个队员的地方 但是呢 它会在两个之间的不停的切换 那么这个乒乓的原则呢 也是在数字电柱中设计的最广泛的一个 就是我数据流过来呢 前面有一个叫输入数据流的一个选择的单元 它的完成呢 现在就是开关的功能 我来选择我这个数据呢 进上面的缓通区 还是进下面的缓通区 然后呢 同时呢 我取数据呢 是从第二个模块来往外取数据 这样吧 每个模块同时呢 只有一个人来操作 比如说模块1 这个时候呢 模块1呢 它是进数据 模块2呢 它是出数据 到下一个处理 周期的时候呢 我把大家反过来 我进来的数据呢 往模块2去写 然后呢 我从模块1往外读数据 就是白色的数据 这样呢 大家就可以体验 可以体会到这个过程呢 就是 它写1就从2读 它写2呢 从1读 它实际上就是 跟乒乓很类似 它俩是交替的 前面也是交替的 后面读数据呢 也是交替的 但是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就是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我没有单元2 就是说没有缓通单元2 我数据呢 又要往1单元里写 同时呢 又要从1单元往外读 就是说对这个模块同时 又读又写 那么呢 就容易会出现数据 如果两个数据不匹配的话 读的快写的慢 或写的慢读的快 它们数据就会出现偏差 我这么做呢 就保证了 同时呢 只有一个人来操作这个模块 那么它的可靠性呢 就好人些 而且这个呢 相当于也降低了一个处理能力 比如说数据缓冲机 它接收数据的之后呢 接收完数据之后呢 它读数据的 就是说简单的看 它俩实际上是把一个数据流 分成了两路 跟刚才这个结构实际上是比较像的 它实际上也是用面积来提高的处理能力 而且呢 增加了一个可靠性 就是这种情况呢 就是说一般是系统 设计到数据传递的时候呢 读的数据 写的数据不匹配的时候 一方快一方慢 它们呢 没法协调一致的工作 那么就加一个缓冲来弥补这样 刚才讲了硬件的开发板的设计 不是开发那个硬件电路板的设计 和软件 所以非常远 还是DNL的软件呢 圆的设计 那么下面我们给大家看看 这部分都做完了之后呢 我如何开始调试 那我调试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东西 大家知道呢 数字电路调试的时候 需要经常选测试点 就是有过调试经验呢 大家都会 调试过电路呢 经常会用到的识分器啊 万用表啊 这些仪器呢 都是用来测试 我的专用的信号呢 是否满足要求 但用测试的信号呢 一般有两种 一种呢 就是比较重要 关键的信号 比如说常用的中钻信号啊 读写信号啊 我呢 通过这些信号 才能判断出 这个芯片到底功没工作 比如说它工作了 它有中钻产生 如果我测这个中钻信号 它没有中钻 我证明这个芯片没工作 这种测试点呢 一般会经常用到 所以呢 就是建议大家把它 做成专用的测试点 比如说这我PCB 都知道可以加个焊盘啊 或者加个什么 就可以把它引出来 如果有表品呢 就可以测到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 有些信号 可能我不一定会测试到 就是有问题呢 我可能才会用到 这种呢 我们建议可以把 LPC上的一些IO啊 引出来 刚才也提到 FG的短角非常多 最少几十 多了可能上百 那这些IO呢 你可能没有完全都用到 可能有空闲的 那么呢 我就把这几个空闲的呢 引出来几个 比如说加上几个焊盘 别把它做成测试点 那这时候有什么用呢 就是说 FG呢 它里头可以 实现管角的映射 比如说 FG上可能一百多管角啊 其他的管角呢 可能接到一些数据线啊 或者地址线 这些信号 如果呢 我现在要测试一下地址线 但是呢 这地址线没有测试点 就是说 不像那个上面这个 没有专用的测试点 那么 我怎么测呢 传统的方法 就是说 我用表里直接接到这个 芯片的管角 这种测试呢 一个是 比较危险 容易碰到别的管角 或者短路啊 一个呢 测试呢 不是很准 因为你可能 现在的芯片呢 管角这些密 你可能指的 不一定点到了你要测的信号 那么这个IPJ呢 这个管角映射呢 就把地址线呢 直接映试到 你这几个 空闲的IO上 这样呢 你去测试 这个空闲的IO呢 实际上就测试出来了 这个地址线的变化情况 所以说呢 它实际上是比较灵活的 它可以把你 连到IPJ所有的管角 都可以通过这些 空余的IO呢 测试出来 然后量出来 这呢 是都是传统的方法 而且目前最新的IPJ呢 它提供了一个 逻辑分析仪 大家可能以前 设复器可能用的 会多一些 但是逻辑分析仪 可能用的不是特别多 就是因为逻辑分析仪 非常昂贵 它的成本啊 非常高 那么呢 但是它的好处呢 就是说它可以测试一组 大家用过设复器也好 都知道 它一般都测 一般只能测两路啊 或者新一点的 车四路八路的 但是用逻辑分析仪呢 可以测 一般都是16路 32路信号一起看 包括可以测 触发条件啊 就是说可以 非常灵活的测试 现在呢 LPJ有了一个好的工具呢 就说是软件的逻辑分析 它呢 实际上 这个软件逻辑分析 是放到这个LPJ内部的 你可以把它放到LPJ内部 然后呢 把所有的管角信号都可以测 它同时呢 可以测几十个上百个信号 这个图呢 就是说一个典型呢 用一测总线 测一个Five读写 那么呢 传统的方法 你用试分器呢 肯定看不到这种效果 那么现在呢 它用这个软件来去分析仪呢 包括数据线上都看到了 00102 它都可以看到这种 非常直观的 调试起来 也非常方便 以上呢 通过调试 通过 那么说明 整个系统呢 实际上就设计完毕了 接下来呢 可能就是你的可靠性的设计 比如说 长时间运行啊 然后看看有没有故障 这些运行 下面就是说我们 滑青眼镜呢 关于LPJ呢 有两个辅导班 一个是初级班 初级班 讲的呢 就是说是一些 让大家从不懂FG 到了解它的流程啊 能够完成开发 这呢 是我们一个 基本的一个想法 然后这个初级班呢 就是四天 主要讲的内容呢 就是说 EDA的基础知识 包括刚才说的 硬件描述语言 如何设计 和如何仿真 然后还有讲到一个 嵌入的处理器的 一个基本的设计方法 然后提高班呢 是按两天来设计 提高班主要讲的 刚才提到 硬件HDR语言呢 描述中 需要注意的哪些问题 然后以几个典型的实例呢 来介绍了 FG的设计方法 和FG和DFP系统 两个不同的芯片 如何协调的工作 包括多FG和多DFP系统 这些方法 以上呢 是今天要讲的内容 接下来呢 就是如果大家有问的话 可以提 谢谢 你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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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处理复典 FG呢 就是说 所谓的弧点呢 实际上它可以把弧点 一种方法 就是把弧点转成定点 来处理 这种情况下 维持一个精度 一种呢 就是说一个真正的弧点 就是说 我们做前一段时间做过一个 就是 5点 5点后 它呢 跟你在 专用的 5点的DFP上 这个效果是一样 嗯 嗯 你做 就 iE75 是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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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大家如果 对啊 最感谢你 可以到一个open call的网站 那里面呢 有一些开源的一些代码 嗯 这些代码呢 可能拿出来 不能直接用 但是呢 你可以在它具体上做些修改 完善 可以调整 你当可以用 就是开源的一些东西 嗯 嗯 嗯 那个 那个 稍等一会儿 好 我们现在时间关系 那个等人420 好吧 那个 不好意思 然后假如说大家还有问题 我们等那个 今天这个呃 就演讲会结束了 大家可以420来问老师 然后我们今天进行我们最后一个 一个 一个项目 就是我们就凑奖 嗯 我们最后的奖品呢 是用我们那个合作伙伴啊 就是张中山 北京瑞泰公司提供的一个 一个 1MVV版 就是5509A 这个型号呢 嗯 这版呢 然后可以看到在前面 我们在箱子里面有很丰富的资源 给提供大家 然后呢 在抽签之前呢 我先说一个 我们下一个 有最近的一个活动的预告 嗯 今天来的肯定有 应该有好多的高校老师 我们在6月2号 在那个 北京工艺大学 跟那个 威然亚洲研究院 合作的有一个 针对高校老师的一个技术演讲会 嗯 大家假如有兴趣的话 可以也访问我们那个 呃 北京革新公司的那个网站 嗯 就是进行预约一下 就6月2号 嗯 也没有几天了 假如说有老师有兴趣的话 嗯 请到我们那个革新公司的网站 来那个提交一下 那个表达 好 今天我们那个 今天我们最后一下那个 出奖活动 嗯 今天我想分享一下 还有没有 谁听了那个 那个调查表的 那个没有交的 没有交的 现在赶紧交 不然呢 有没有机会 好 那现在我们今天 有请那个 任代公司的那个使劲 来给我出去 这个最后一个大奖